我一直跟大家說 傳統的第四季呢 其實是一個看明年景氣 一個非常好的時間點 第四季有什麼類股表現得不錯 往往也是明年呢 非常值得留意的 大家好 我是黃世聰 感謝您收看聰明理財大小事 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的話 歡迎你鎖定品觀點的YouTube頻道 不要忘記要按讚 訂閱 分享 跟開啟小鈴鐺 隨時鎖定的話 可以獲得最新最有觀點的財經資訊 大家好 我是黃世聰 歡迎收看本週的聰明理財大小事 本週呢剛好碰到這個 美國大選的最後的這個結果 那我們當然台灣人非常關心的就是說 這場美國大選的結果 對於台灣的命運會是怎麼樣 特別是在這一次呢 在這個不論是川普或是賀錦麗 他們都非常focus的中國議題 台灣議題 甚至台積電的議題 那這個命運到底會怎麼走呢 我們今天再為大家剖析一下 因為第一個 我們這個錄製的時間是星期二 那播出的時間是禮拜三 那禮拜三或許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美國總統的候選人已經出來了 那也可能是難產的一個局面 不過我們來為大家綜合分析一下 就是到底川普跟這個賀錦麗 兩個人入主這個白宮 對於台灣有什麼樣的影響 另外一個我們要focus的就是 在拜登時代的這個晶片法案 那到底去留會是怎麼樣 那同時之間呢 因為我們知道說最近的這個美國的長子 英特爾陷入一個麻煩 那未來美國政府的態度是怎麼樣 我們也為大家剖析一下台積電 未來要怎麼樣去跟新總統去應對 那我認為說因為最近呢 輝打被納入這個稻窮成分股 那同時之間也彰顯了這個整個半導體 或是科技產業在美國中間的地位 所以我不認為說台積電真的基本面 會有太大的影響 那反過來如果是因為呢 這個選後台股出現一個非常大的震盪 那台積電如果有破這個往下破低的時候 甚至如果假設不幸跌破千元的話 我覺得都是可以留意的 那甚至長線來看的話 台積電的供應鏈 我覺得都是可以注意的一個標的 好那我們先來講一下 這一次大選中間來說 當然比較大的變數會出現在川普 因為川普有提到就是說要交這個保護費 那連帶使得台灣的整個半導體 都拉起警報 那於是就是說保護費的議題是 他要對台灣課關稅 但是怎麼課這是一個難度 那保護費來說的話是由台灣政府來交 還是由台積電來交 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這個議題 那所以呢這個到底川普當選之後 會怎麼去執行 這個比較難說 那反過來賀錦麗就沒有風險嗎 賀錦麗的風險是在於說 他們兩個無論誰當選 對中國都會繼續的打壓 那目前呢台積電的這個中國的客戶 占比重大概是10% 那如果10%都不見的話 其實這對台積電也是相當大的影響 所以我認為說不論是川普 或是賀錦麗誰當選 其實對台灣都是還是有一些風險存在的部分 只是說風險的程度 是不太一樣的這個局面 特別是說他們兩個當然最大的問題 就是關稅的問題 如果假設川普對這個中國 科了60%的關稅的時候 那個難免會對於台灣的經濟 也會產生到一些所謂的 聯誼的效應 因為畢竟台灣跟中國大陸的貿易往來比較密切 那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導致台灣的很多供應鏈 在中國供應鏈會出現一些短線上面的問題 進而波及到整個台灣的經濟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比較大的變數 所以在選前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在最近一段時間 整個台股或是全世界股市 都是陷入一個比較偏向震盪的局面 這個原因就在於說 其實他們兩個的政策 對未來的經濟都有非常大的影響 特別是假設川普當選的時候 可能會是比較大的一個變局 所以全世界的這個交易裡面來說的話 都是比較focus在假設川普當選 會怎麼去反應 那賀錦麗當選會怎麼去反應的一個局面 好那除了他們兩個當選 我是認為說川普當選會比較大變數 那賀錦麗來說的話是變數相對比較小 不過對台灣來說都不見得說是前途一片光明的這個狀況 另外第二個議題就是晶片法案 因為這是在選舉的過程中間 美國眾議院的院長就是強森他就說 如果民主民主共和黨拿下國會的話 他們會刪除這個晶片法案 結果沒想到賀錦麗當然就撿到槍 他就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做呢 這樣一個情形 好那事實上他早講了這句話之後呢 就沒想到這個共和黨內部也有人炮轟 因為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晶片法案呢 他其實受惠了好幾個州 包括說像亞利桑那州 德州 甚至是受惠到包括說像這個紐約州等等 這裡面也有共和黨的眾議員啊 他們目前為止在選舉啊 你說你怎麼可以這樣講 你這樣講的話是不是讓我們變得很難選 那特別是因為有些州的廠房都已經開始蓋了 那你這樣一講之後那是不是收回這個晶片法案的時候 那這些廠是不是就作廢了 所以呢這個後來呢這個強森也是 馬上改口說啊我沒有要收回了 我們只是要修改好 不過這的確是引發了一個爭議 為什麼呢因為其實他說要廢晶片法案這件事 不是只有強森這樣說川普也說過這樣的話 只是說川普如果假設是這一次的當選 這次是預估啦 美國的國會應該是由共和黨掌握 因為就是說連目前為止的 參眾議院兩院都可能由共和黨掌握 假設是川普拿下了總統 這樣的話 晶片法案可能問題就嚴重比較嚴重 那假設是這個國會沒有讓這個共和黨掌握 川普拿下這個總統大位 那或許晶片法案就比較有可能會存在 那你更不用講如果假設是這個賀錦麗當選的時候 那當然晶片法案沒有問題 所以現在比較大的問題是假設同時之間是 共和黨拿下國會 川普又當選總統的時候 這時候呢晶片法案恐怕就會有一點點問題 不過我們回想當初這個晶片法案通過的時間點的時候 其實是共和黨裡面有非常多人 也支持這個晶片法案 所以具體要怎麼去廢掉晶片法案 這個可能在未來呢 也會變成是台灣台積電或是全世界晶片公司 一個非常大的這個隱憂 另外一個我覺得反而值得注意的是 美國的英特爾 因為英特爾我們知道事實上最近 真的陷入很大的麻煩 他上一季呢 這個宣佈虧損了169.9億元 就虧掉這個成立以來最大的虧損幅度 然後他說他也要大局的裁員1.56萬人 那同時之間就處分了 包括說Mobileye 還有亞特拉等等兩家公司 那同時之間也把他的產能的這個擴充率大幅的放緩 那甚至這個季辛格這個執行長還來台灣 跟台積電說 你的三奈米產能要給我 看起來的話 其實英特爾有點相當不妙的這個狀況 大家可以看到從股價上面來說的話 今年的股價從50多塊 一路暴跌到20幾塊幾乎是腰斬的一個局面 那他也被踢出了這個倒窮的成分股 換成是灰打 所以你要事實上 英特爾來講的話 其實真的是風雨飄搖 好那為什麼我們說要特別留意英特爾呢 因為美國政府最近有傳言就是說要救英特爾 那我們知道事實上英特爾跟台積電在晶圓代工理由 當然是兩個是互相的對手 那現在可能的做法就是 會把英特爾分拆成兩家公司 一個是做晶圓代工的 一個是做這個IC設計這一塊 那IC設計這一塊呢 可能就會讓他跟這個AMD啦 或是其他公司合併 然後留下這個晶圓製造這個公司 那如果假設這樣分拆之後呢 英特爾在未來晶圓製造這一塊 搞不好可以大幅的要升他的技術 跟這個提高他的競爭力 那這個就值得台灣留意 所以我才說 未來美國怎麼去資助英特爾這件事 會對台灣台積電也產生非常大的這個影響 如果美國決定要大舉資助英特爾的時候呢 勢必也會排擠掉台積電的一些 一些所謂補貼的這個方案 那甚至如果他大舉的補助資助這個英特爾的話 搞不好會讓英特爾的競爭力比較強 那這樣的確會對台灣有影響 所以就是重要到不能夠倒的一家公司的時候 可能對美國政府來說的話怎麼去處理 這個就變成是非常大的隱憂 如果是賀錦麗當選的話 他可能會直接去介入英特爾的這個重整方案 那假設如果是川普的話 因為川普他們是比較主張 不會去介入個別公司的營運 所以我覺得川普的可能做這樣的動作 是比較不會做的 但是如果賀錦麗當選的時候可能也會這樣 但可能會去資助英特爾我覺得這個可能是 賀錦麗當選的時候我們要稍微比較留意 他對英特爾的態度的部分 好那當然對台積電來講的話 台積電到底未來要怎麼去因應 因為台積電的亞利桑那州場是12月要進行完工典禮 那也剛好在美國的總統大選結束 那當然我覺得以台積電立場 邀請拜登來那是一定的 那要不要邀請假設賀錦麗當然可以邀請他來 那假設是川普當選的時候 那要不要邀請川普到亞利桑那州的工廠來呢 對這就變成是一個非常大的疑問 另外一個就是說台積電目前為止 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有三座場的評估 從P1然後P2到P3的三座場的評估 那至於說還有三座場 目前為止還沒有評估之中 我覺得台積電也可以稍微放緩這個流進程 等到假設是川普當選的時候呢 你可以給川普來這邊宣布說我們要另外再蓋三座場 然後這樣來讓川普做個面子 這樣或許呢會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台積電未來在美國這個部分來說 怎麼處理是攸關他跟新就任總統之間的關係 這個有非常大的這個狀況 好那另外一個重點就是因為了這個輝達 擠出英特爾然後加入這個 這個所謂道琼成分股 那預計生效是在11月8號 這個生效之後就成為這個正式的道琼成分股 所以道琼裡面就有難過了 這個三支比較大的科技股 包括蘋果微軟公司還有這個輝達三家公司 所以看起來的話輝達進入這個道琼成分股 也是一個歷史性的這個意義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個過去歷史上加入這個道琼成分股的 譬如說像微軟他在1999年加入成分股 然後後來到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股價升了1194% 那蘋果呢是在2015年加入這個 道琼成分股之後 股價也飆了675% 那就連比較遜色的這個亞馬遜 是在2024年加入這個道琼成分股 他到目前為止也漲了13% 所以呢以目前為止的輝達來說的話 假設他在加入這個道琼成分股 因為很多被動追蹤成分這個 所謂道琼指數的ETF或是基金呢 他就要去買輝達這家公司 所以導致他當然會有新資金來 新資金來的話會不會有新一輪的 這個漲升的這個行情好 所以也就是說輝達在未來 加入道琼成分股之後 業績可能還會再往上衝 股價還會再往上衝 所以當然了 輝達好那當然對台積電就會好 所以我們才說 如果以目前我們去評估台積電 怎麼樣去看這個 目前的股價的這個狀況 因為我們看其實台積電 從今年以來是一路往上衝的 那今年出現比較大的 下跌的幅度是出現在今年7月的時候 那今年7月的時候剛好就是 因為台積電第一個 當然是他辦法縮會的影響 第二個是因為川普剛好在那個時候說了 就是要台積電繳關稅等等 所以導致他的股價出現一個 前所未見的暴跌幅度 從大概1100多塊1000塊1080 然後一口氣跌到813塊 那也出現了一個我們史上罕見看到 台積電跌停板的這個狀況 那好那一波下跌你看川普那一波下跌 反而是造就了台積電一次非常好的買點 如果你買到813塊的話現在在1000塊以上 其實是獲利的 那沒想到10月又受到 川普再次言論的影響 原本法說會之後應該是會往上衝的 但是沒想到因為川普的言論之後 讓他股價再往下跌 往下跌的話所以事實上 你看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股價就在 因為川普會不會當選以否 大家非常擔心所以在這邊震盪 好不過我們撇除掉這件事 我們來看明年的台積電的業績展望 我剛才提到 輝達目前的業績還是相當相當的好 那甚至最近幾的這個美國的 非常多的這個 這個所謂CSP 就是說雲端廠商都要大取的投資 動輒都增加20%10% 那他會買輝達的晶片 輝達晶片當然就會收回到台積電 所以台積電明年要漲價 包括說像先進製程 5奈米3奈米的部分 目前為止知道要漲到4%到5% 那COWERS呢漲20% 所以呢目前為止來說 明年的漲價會漲價 那AI晶片還是吃緊了一個局面 那加上說海外廠目前為止 慢慢步上回到 我們知道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亞利桑那州的這座廠 目前為止他的這個良率 已經拉到80幾% 比台灣的還要更好 所以我們假設來說的話 以這樣子來評估 今年的EPS 比前三季的EPS呢 約莫是大概20 約莫加總起來的話 大概是30多塊的這個數字 我們在加季第四季 預估今年的EPS大概是44塊 那明年的預估來說 我們用一個比較保守的預估 是成長兩成來評估 那明年的EPS預估是53塊 那如果53塊去用現在的股價 1040塊來算的話 本益比大概是19.6倍 就一個中間值 那以台積電過去的這個股價 本益比來說的話 低的話可以到15倍 那高的話可以到25倍 所以我們用25倍來估算的話 25乘以53 大概是1325 所以我認為這一波的台積電呢 股價呢應該有朝1300 甚至更高的目標去前進的可能性 當然要看當時的這個整體市場的氣氛 假設是說不論誰當選之後 整個美國展開一個慶祝行情 然後往上衝 或是年底的這個展望非常好的時候 往上衝 整個本益比往上拉伸的過程 或許這個股價有可能會再衝到更高 所以也不難看出為什麼有外資呢 把它調到1600 最高的外資喬到1600 其實我覺得這是有一個基本面存在那個地方的 那當然明年來看我們可以看到說 1300塊或許 理論上是有機會可以達到的 那當然啦除了台積電之外 我覺得呢在整個這一波 在選舉之前呢一個亮縮的局面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我一直跟大家說 傳統的第四季呢 其實是一個看明年景氣一個非常好的時間點 第四季有什麼類股表現的不錯 往往也是明年呢 非常值得留意的 那特別是在選舉之前呢 在美國大選之前呢 很多股價在亮縮的局面 他已經領先往上衝了 那我覺得這幾個族群 我覺得值得大家留意 那我點出幾個族群 第一個就是CPO系光子 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譬如說以這個3450聯軍當為代表 他又準備要創新高了 那這裡面來說當然包括說像光盛 上權聯亞這些 大家可以一併的注意 波羅威等等 這些是明年大家可以留意的一個方向 另外就是說所謂的2奈米的相關的題材 那這裡面來說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聲陽半導體 8028 他也從這個一度跌破130塊 現在馬上要翻到130塊以上 那看起來的話 明年的2奈米相關 包括說像聲陽半導體啦 天虹半導體啦 甚至像這個中砂等等 這些明年也可以一併的值得大家期待 另外也包括說像COWERS COWERS的這個設備 在這一波跌幅相對比較深 譬如說你看紅塑 紅塑從2140塊 一口氣就跌回到1500 那甚至不用講均滑 均滑從大概逼近到1000塊 然後一路往下跌跌到600塊 那這一波他們算是拉回比較深 不過也是因為他們的本益比過去 被拉得比較高 不過都已經回到包括說像 年限或是半年限左右的位置 那我覺得目前為止來說 也值得大家留意跟觀察的一個情形 好另外一個就是包括說像 新印材 這些是什麼特用化學 那新印材來說 它是一個新櫃公司 那因為我們知道實際上 它在11月5號呢 這個上櫃審議 那審議通過之後呢 未來就可能會掛牌 那重新印材啦 還有這個達星材料等等 還有三幅化等等這些化工股呢 我覺得在未來台積電要扶植 本土廠商的時候 這都是一個可以留意的題材 所以除了台積電 我認為台積電如果假設這一波呢 真的受到美股的影響 有跌破到千元以下 那我覺得是個非常好的買點 反正無論如何 接近15倍的整本益比的空間的時候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這個買點 15倍你就用乘以明年的EPS53來算 你就知道那個價格大概在什麼地方 然後往上的話 我認為或許有機會可以挑戰到1300 所以台積電還是非常值得留意 那當然台積電的販家族 包括說像金財啦 產育啦 我覺得也是可以一併留意的 以上就是針對這個 這一次的美國總統大選 會對台灣造成的影響 跟未來我們台灣 怎麼怎麼去看這個台積電 還有其相關的供應鏈 做一個完整的剖析 那如果有最新的產業資訊 跟一些投資訊息的話 我們再隨時為大家更新 好那以上就是這個本週的節目 我們下個禮拜見拜拜